直居此 國會修法憑勞權 國會修法憑勞權 五一勞動節勞工走上街頭 高喊口號提出訴求 希望國會修法 別讓台灣成為低薪國家 過勞之道 青年低薪 引起了我們台灣少子化 年輕人就是因為 仰不活自己 不敢再結婚生小孩 我認為政府要面對 這個少子化的問題 目前的最低基本薪資 是兩萬七千四百七十元 不過根據勞動部最新統計 一百一十二年出入職場的 社會新鮮人 平均薪資已經來到三萬五千元 相比一百一十一年度 增加百分之二點九 以基本薪資為起 薪者只占百分之二十三點四 一樣也是服裝類這樣 現在薪資快四萬 算滿意 特殊期 塗料 起薪是三萬八左右 至於薪資急劇 依照最高學歷來看 高中職畢業起薪兩萬八千元 大學三萬三 研究所則為四萬九千元 而以行業類別來看 最高起薪的是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者 三萬八千元 第二名則是 金融及保險業者 三萬六千元 我們金融業稍微高一點 可能四萬五到五萬 不夠 現在物價太貴了 現在可能四萬到四萬五左右 是比以前很高吧 剛出社會的新鮮人 平均薪資拉高到三萬五千元 相較前年成長百分之二點九 大約是增加一千元 如何在未來的就業市場 取得先機在學時期的 就讀科系也變得相對重要 三學網站 平均薪資拉高